北京时间7月23日,詹姆斯加蒙古人,成为了今年自由市场最重磅的新闻。 紫洁民宿萨克奥尼尔今天再次提到了,勒布朗,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? 奥尼尔在LSU参加活动的时候,顺便接受了著名记者Broadie Miller的采访。 他表示,谁没点个人心思呢?我有三个戒指的时候,我也曾想在科比前拿下第四个,我也不希望邓肯拿下五个总冠军。 鲨鱼指出,现在詹姆斯和跟库里的戒指相同了,他想比库里更早的拿到四座总冠军,但问题是,库里身边多了考心思,所以我不觉得詹姆斯会比库里率先拿下四冠。 在我看来,荆州至少还有两个冠军戒指,如果勇士真的还能再多两冠,詹黄的巅峰期也就过去了,到时候已经接近三十六岁的他,哪怕等到了勇士解体,还能有什么竞争力呢? 死地绿山军的也都将崛起。 可以说,奥尼尔这句话或许意味着,詹黄这辈子的冠军数,都要比库里少了,NOXV。 沐尔 沐尔 沐尔